入睡困难是血堵了 中医一次性解决 话语催眠快速入睡 大家好,我是中医郝医生 最近有很多患者问我 入睡困难怎么办 有的跟我讲,我入睡难呀 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 没一会儿,天蒙蒙亮了 得起来做饭,收拾家务 其实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多种多样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 其中的一种 那就是血脉不通造成的入睡困难 有些人干睡睡不着 那是因为脉道不通 体内交通堵塞 接下来还是通过一个病例 给大家讲 在讲解之前呢 您可以先动动双手点赞收藏 或者把您的症状打在评论区 我来帮您分析 这位患者,男性 当时是40岁 这个人从两年前开始 入睡就困难 夜幕降临以后睡意全无 怎么也睡不着 甚至有时候 大眼瞪小眼 一直瞪到天明 怎么办 家里人知道以后 带他看中医 发现患者脉相嫌隙 舌头上有明显的浴斑 舌质暗红 仔细看 患者的眼睛上有红色的血丝隐隐若现 经过问诊啊 发现患者睡眠特别不好的时候 还会头痛 口干 平时急躁易怒 大便干 在了解了患者情况之后呢 开了这样一个方子 方中有广木香 当归 穿胸 葛根 麦冬 五味子等 那效果怎么样呢 患者服用以后啊 睡眠质量明显提升 每天晚上能入睡四到五个小时 而且舌边的淤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消失 在服用了三个月之后啊 患者入睡就很快了 睡眠质量也非常好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有极大的改变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啊 患者舌边有鱼斑卖咸 这就告诉我们 他有血鱼的问题 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血鱼就会生热 生热 患者就会口干 变干 急躁 血鱼头不失痒 所以头痛 血腥不畅 所以舌面暗红 这时候 善于思考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 这个血鱼是怎么引起失眠的呢 中医啊 对睡眠有独特的认识 他认为 胃气行于阳 人就醒着 胃气行于阴 人就睡了 那么胃气想要在阴阳之间自行转化穿行 你必须得有一条路吧 这条路其实就是血 血为气之母 血行则气行 因此 当血脉通畅的时候 这条路就通畅 气在阴阳之间游走就正常 你血淤了 血脉堵了 气就走不了了 于是就出现失眠 入睡难 所以说对这位患者来说 他的问题就在于血淤 为其不能顺理行于阴 所以入睡难 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得活血化淤 这个方子里头 当归川兄赤勺 一亩草 单身用于活血化淤 葛根脉东杀身白勺 用于养阴 以辅助养血 五位子专门养心安神 木香白吉利 木贼草用于疏干解淤 通达气急 实现气行而血行 这就是基本的用药思路 其实在临床上啊 这类因为血淤日久 化热伤筋导致的入睡难 多梦早醒 实在是很多件 患者的典型表现 就是有淤血特征 伴随急躁 易怒 变肝 口干 多梦 这类人 一般的自阴安神的方法 或者沟通心肾之法 行不通 关键是化淤 养阴 它只要是迈到通力了 为其运行顺畅了 睡眠就不再是问题了 屏幕前的您如果也正在被类似的症状困扰 不知道怎么调理的 可以给我私信留言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不能照朝圆方 如果您想知道这几个药具体怎么配 可以留下你现在的情况 我来给您辩证定量 我们下期再见